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视频来看一台笔记本 这是一台很小众的笔记本 他没有任何品牌信息 AFR GSH 不论是这个品牌 名牌上面贴的是笔记本电脑牌笔记本 型号是AF15 像这种 山寨本见过很多 他的问题是接电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有一个正常的充电电流 但是不开机 于是乎我决定给他拆开来看一下 拆开后盖之后 我是大跌眼镜 机器内部最大的居然是电池 中间这个黑色的电池 张了 大概有一半的空间了 左边这个绿色的是主板 这个主板真的蛮小的 差不多只有我手掌这么大 上面有CPU 有内存 还有一个固态硬 真的是难为他了 把空间利用发挥到极致啊 双铜管的散热器 CPU不知道是什么信号的 等一下给他拆开来看一下 应该是那种英特尔的 所谓的四核CPU吧 我拔掉了电脑的大电池 没想到主板自动上电了 那像这种的话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开关坏了 任何一行做久了都是如火存清 像我关过20多年 街上走过来的女人 谁是当生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像进了系统 像这个电脑进了系统 就开始键盘自动打键 这不明显就是键盘坏了吗 部分按键连键了 外接的USB键盘功能是正常的 退格可以退 像笔记本自带的键盘就没有反应 我这边一退掉 那边就PPPPP 自动打屁出来了 而且这个键盘上面还集成了开关 难怪刚开始开不了机啊 看来这个电脑的问题就是键盘损坏导致 在桌面 也会乱跳 这个应该是键盘的方向键 失灵了连键的导致 这个电脑真的是有够卡的 戳板操作也比较卡顿 不知道是键盘连键导致的 还是电脑本身就很卡 先给它关机 再来尝试一遍开机 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开关坏了 我知道这个键盘确实很容易坏 经常碰到键盘坏的 关机之后 我们再来按下开关 确实是按开关不开机 那真的是开关坏了 我把电拔掉 然后再插上去 主板就自动上电了 还是可以点亮的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进了系统之后 就开始各种的 发神经 来回乱跳 像这种的话 就算搞开机了 也是没办法使用的 键盘不受控呀 它会自己乱跳 还是要换键盘 像笔记本的键盘 像这种的话 应该是没办法修了 打开万能的淘宝 收一下 最开始 我是按照后盖的型号 收这个键盘 杂牌 AF15键盘 但是收不出来 任何结果 收不到 因为实在是 太小众了 淘宝都收不到 这个型号 收到一个 品牌对的上的 当然点进去 图片不一样 于是我又 收了一遍 这个电脑后面 帖子上面写的 品牌的公司 叫这个 安福雷斯的 电脑 但是也没收出来什么结果 倒是收出来一大堆的 键盘膜 但是我好像找到这款商品的链接了 外观是完全一样的 看一下它的价格 很便宜 1000多到3000多 不同的配置 我收上这台 我不知道是什么配置了 键盘一直在乱跳 看不到处理器的型号 看这个介绍呢 非常的高大上 谁能想到拆开之后 主板就手掌那么大呢 当然也不是说 主板越大越好 但是这个主板的做工看起来确实是 潦草了一些 不过便宜嘛 只能找到键盘膜 最后呢我收这个 戴瑞R12 我找到了同款的键盘 这个戴瑞R12 是我在网上收的 这两款电脑的 外观是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个键盘不就对上了吗 我点进去问一下客服 没想到这款键盘居然要200块钱 我操 这电脑才 一两千块钱 单独一个键盘 居然都要200 而且还是单键盘 而且这个键盘换起来的话也比较麻烦 它键盘是箱在c壳里面的 更换的话需要先把键盘给拆出来 然后再把新键盘换上去 背面是用全部都是用塑料固定的 要命的是这个电脑的开关还在键盘上面 它要是有独立的开关就好了 200块钱可以买一个蛮不错的USB键盘了 这200还只是键盘的成本哟 我们连检测加上换好估计得 三四百了 哎呀 不好意思报价呀 要是跟客户说换个键盘要三四百 不得挨骂 我电脑才一千五买的 换个键盘你要我三百多 奸商 所以今天先不给他换 先得跟客户沟通一下 他要搞的话 我再去买键盘过来 那么各位小伙伴觉得像这种情况 应该收多少钱合适呢 这个电脑未完待续 要是换了 我们回头再把换键盘的视频给补上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一张显卡一看就是被修过的 看着金手组上面的贴纸都融化了 是一个更生的RTX3070Ti显卡 据卡组描述呢 意外发生在一次装水冷之后 就简单改了个水冷 就坏了 上机的故障表现呢 风扇不撞 Blan卡 主板是已经跑了亮机代码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的显示 黑屏 确实是有够倒霉的 就想改个谁了 没真想没改好 搞成这个样子 那我先给他拆开来看一下 拿下他的散热器 发现这张显卡 确实是被修过的 核心四周 有一圈焊油 这个核心应该是被干过 但是这个显存 显存倒是没有被动过 都是同一个批次的 把这张显卡 板子拆出来 仔细观察了一下 正方便没有看到明显的掉件 痕迹 那这有点离谱 上家怎么一言不合 就干核心了呢 当改谁能改坏的 大多都是磕掉东西了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被没有掉件 那么修之前呢 先来测一下这个供电的对立组织 看一下是不是都正常的 这个板子在右侧这边留了测试点 1.8伏 第一 1.8伏短路了 显存没短路 大致的测了一遍 这张显卡的1.8伏已经是短路的状态 显存供电也没有短路 1.8伏倒是短路了 哎呀 1.8伏去的地方可不多呀 除了标识芯片也就只有核心了 标识芯片可不容易坏呀 难不成是核心 G拉 把核心上面的硅脂擦干净 发现这个核心的晶体很漂亮 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裂痕 也没有压碎 由于它之前是被加焊过 所以我猜测呢 会不会是上加在加焊的时候焊短路了 于是为了进一步的验证 1.8伏短路是不是核心坏的导致 我决定把它的显卡核心给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先把两端的焊盘给清理干净 再来测量一下1.8伏的阻值 先测板子这一边吧 拆掉核心之后 这个1.8伏的阻值就恢复到正常了 1.8伏也没有在短路 那看来确实是核心导致的 还得再测一下核心这边 防止是底下的吸球联系了导致的短路 核心这边的吸球给它清理干净 打开它的点位 看一下1.8伏连到了核心哪几个点 这里要防转一下 防转了之后 1.8伏去的地方也不多 左上角是第一角 1.8伏来了这四个点 这应该是第一个模块 这是第二个模块 核心里面的部分模块采用的是1.8伏的供电 这几个模块应该是互不相通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对着点位来测一下这几个点的对立组织 就可以了 核心防转一面 第一角是左上角 红表比找一个接地点 黑表比去找1.8伏的供电角 这个位置短路了 很遗憾 看来确实是核心损坏了 这个位置同样也有1.8伏的供电引脚 这个位置倒是没短路 当时核心里面只要有一个点短路 那就凉了呀 有一个1.8伏的模块短路了 没戏了 那我真起了怪了 这个核心明显已经测到短路了 上加为什么还要加焊呢 这加焊焊的我都误判了 我还以为是底下的吸球连续了导致的短路呢 没想到 核心寄了呀 知道了吗 有一个事件 有一个事件 含有一个事件